各位居士大德 阿弥陀佛 接下来就是这部经的最后一段经文 就是从四十五页的第三行下面 何以故一直读到最后的信寿奉行 一起来 何以故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佛说是经矣 长老须菩提 吉诸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怡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这段经文 刚刚佛有讲到 说法者之鬼则 为人演说 不取 相如如不动 刚刚已经举例 就是相应众生而说 但是自己是安住在清静真如中的 本来就是在一切的极尽涅槃中 所以不生灭心 在说法 怎么说呢 回来前后呼应 再讲到我们众生的执着 我们众生的执着 你是活在现象中 是活在世界中 所以这个现象的心中 有一种法 在这个心中的感受 有精神层次的 有法 在现象中有物质 但是在交替交替 物质的发生 跟你心中的体会 交构成 结构起来 成为我们众生 心中的世界观 这是内心的世界 跟外在的世界 这里面呢 从最初的生命的现场来看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这就是在讲说 一切只要是我们可以干预的 我们认为人的所有的一切 你可以创造的 你可以去完成的 你可以用一种思想行为 去加以捏造的 你只要有起心动念 可以去做一些 什么样出来的这些 不管是物质的成果 就像刚刚讲的 豆浆 面包 或是包子 或是馒头 像这些东西是不是物质 但是这个物质的背后 是不是我们精神层次去完成它 所以物质与精神层次 结构成我们正报一报的世界 我们正报跟一报的世界 知道意思吗 就是我们每个人 你所拥有出生的时候 你本身有的你的样子 你自己本体 本身的这个人 你所有的样子 跟你的IQ 跟你自己本身 可能就是说 我身高如何 我眼睛鼻子嘴巴长得怎么样 然后我的精神层次 那我有什么样的一种 感性的 或是理性的 这些资质 这是属正报 正报的果报体 那还有一报的世界呢 一报的世界就是 你所住的房舍 屋子 你的环境 你可以碰到一个好老师 你住在中华民国 台湾的云林县 对不对 虎伟镇 是这样子吧 然后呢 你处在民国哪一年到哪一年中间 处在地球的某一个区 甚至于你处在银河系里面的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那中间会经过什么什么 这个一报的世界 一报的深 这个一报是指物质的 但是里面是不是有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正报一报来讲 都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起心动念 结构起了我们的因缘果 而在这个因缘果里面 现在所处的一切 如果你用心思口译 你用心里想的 你用嘴巴讲的 你要来改变它 创造它 完成它 这些只要你用 动了你的心念 而去做的这些事情 都叫有违法 这些都叫有违法 这些有违法呢 它都是没有一个自信实体 可以永远掌控的 它是如梦 如幻 如泡 如瘾 这个是佛在举例里面 他有讲过 他并不是说 世界如梦 他不是 他是说 他不是说 世界就是梦 世界就是幻 世界就是泡 世界就是瘾 他是说 一切的有违法 如同 再听清楚 一切的有违法 如同梦一样 色受想形式 五音 或是你任何的 点点滴滴 刹那刹那的这些 以为 感情 拥有 什么东西 这些 是如梦一样 不真实 如梦一样不真实 那如幻呢 比如眼耳鼻舌 生意 我这个六肉 这个六根呢 这个六根的作用 有没有作用 有 那我们来看 我们的作用 一般来讲 我现在 我现在 要去 做一个包子来吃 那这个时候 当我的意识 动到 我的意识 有一个包子的念头 然后我的手 我的手 就要开始 从事 去准备 包子的材料 我的眼睛 开始 要去 买正确的 中筋 中筋面粉 比如 中低筋 高筋 然后我要去买高丽菜 我要去做什么 这些的时候 是不是六根齐发 我是不是六根齐发 所以当我的意识 动了 我要去做一个包子 六根齐发 去做的时候 有没有六根齐发 有没有做 有 做完了之后 六根是不是回归于宁静 回归于宁静 包子吃下肚的时候 包子 这个 某一年某一天的 晚上吃下肚 第二天早上 出来了 是不是 穿肠过 是不是也有过 那也有过的时候 这些做包子 吃包子的事情 是不是 有 是不是有 不是没有 有 但是不能够持久 它曾经是 过去的一段 像电影一样 的记录 是不是像一个记录 那这个记录呢 如幻影一样 是有过的 如幻影一样 有过的 那有过的过程里面 不是否认 你没有做包子 跟吃包子 所以它是如 它用的是如 如同 辟育 这个根呢 我们言而彼此的生意 这些的运作 如幻影一样 有没有做 有 而不实际的 永远存在 所以一切有违法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是啊 包的话 比如说 我们所感受到的 色身相畏处 色身相畏处 法 甚至是精神层次的 这个取读的 取读的 这个解释 色身相畏处 法 还有我意识里面的 我现在认知的 等等等等的 这些 它是随处 我六根对六成 的时候 我意识懂了 在里面的时候 它产生了一个结构 产生了一个结构 是一个圆满 也是一个圆满 泡泡是不是圆的 我们任何的一个泡泡 是不是还可以 做镜子反射 上面是不是出现了 五彩 七彩 千万种变化 这样这些呢 是不是我们 结构起来的时候 它本身 眼 对色 婴儿鼻舌身 舌身相畏处 像这些的话 结构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如同泡泡一样 它有作用 它有作用 然后呢 留在心里 就是进去了之后 进去的意识层次 就是叫影子 所以泡泡 所落在心中的影子 所以一切 我们以人来讲 十八戒 五音六入 十二处十八戒 眼耳鼻舌身意 色身相畏处法 再加上眼视 耳视 鼻视 等等的这些六视来讲 出来的东西呢 都是有违法里面 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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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刹那的一个 一个变化 跟一个作用 这些呢 一切有违法 你所成就的这些东西 不要去执着它呀 因为它这是你心思口意 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些来讲 你的完成 如果家诸 无违法的解释进去的话 那么有违 无违 不依不易 并不是跟你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不要做 不是 所以佛不是说 一切有违法 你都不要做 他是说 一切有违法 你不要执着 而要趁性而做 趁性就是 基础 所有一切 圆满的因缘 去做 所以一切有违法 这些呢 如梦幻泡影 你不执着它 但是趁性在真如中 如如不动 用根 不用事 这样去完成 它的时候 一切 就是在 因缘中 缘起法中 一切有违法 而有 无违的 清净 趁性而做 所以一切 结缘满 那这个里面呢 要讲 如露意如电 因作如世观 露水 前面梦幻泡影 是不是很不实际 很不实际 梦抓不到 换 马上过去了 泡 刹那 影子 是不是 散就没有了 是不是都讲 一种抓不到的东西 如露 露水 有没有停留久一点 它有滋润的作用 它是不是有结构体 它是不是地水火风 里面的温度水变化 所以产生了露水 是不是露水 电 是不是阴阳 天上的阴阳 然后接触的时候 产生了什么 电流 有没有电的能力 有power 对不对 所以后一句 如露意如电 到底有没有产生作用 有 所以他在讲 一切有为法 只要你心思口译 想出来要做的这些东西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色身相位处法的这些 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三戒为心 万法为士 这些的 这些的心思口译的这些 都叫有为法 做出来的东西呢 有没有完成露跟电 有 但是这些露跟电 它的作用 作用是 也是有作用 但是它的作用 你应做如是观 你要观察它 露就在那个时间空间中 当时间空间变异之后 这个露 了无痕迹 回归空 对不对 电在时间空间中 是不是接触 而能够成就光明 你也可以把它续电 变成我们电灯 本身需要的能源 所以如露一如电 是不是它有一个 时间点的作用 那我时间点的作用的时候 因做如是观 它的作用是有 并不是没有 但是它是在因缘中 是不是缘起而有 缘灭而无 这个后段就是在讲 我们对于有违法 所产生出来 它的时间空间的功能 作用的时候 应该这样观 这个智慧产生的 就叫无违法 这样知道意思 那我们一般读这里的时候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应做如是观 所以我不用煮饭 那这事情免惹 烂死地 他们家死人 那是他们家业佩 这个就是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他下他的地狱 我生我的天堂 那个 是所有 这部经典里面的 全部的句子 全部叉叉叉 只有这一句 拿来吞下去 用出来也叫差 这样知道意思 所以金刚经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如梦幻泡影 是抓不到的 就是在讲心意识的 有违法 如果你用心意识 来运作它的时候 那么你也知道 不是没有过 要不执着 要不执着 那完成 你在有违法的心意识 造作之后 完成了之后 你要突破它 这个完成的功能跟作用 是在时间里的妙有 是不是在妙有 在妙有中完成的时候 应做如是的观察 与清静无声灭心 与他的清静无为 这个缘起 因缘结构 所有等等 来做一个正确 能够得到体悟 得到正等正觉 这样观 因作如是观 如真如 清静真如的观照 体察 就能够得到智慧 这样 这四句比较了解 如果今天 佛说了这么多 多年的经 到讲到金刚经的时候 少说 说了四十年 因为金刚经是在后面的机会里面 所以这里面 它并不是表达 一切是假 它是说假明 一切是空 并不是表达没有 而是空中 而是空中 加妙有 不执着空 不执着有 完成 完成之后 了无所得 如是观 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样 突破了有 突破了空 才是佛所说的经 这个是法印 那我们在这个修行里面 比如某一部经典 专讲空向 大家都知道 金刚经专讲空向 薛菩提是正的空性的 空性的 佛的解空第一的弟子所问 所以他的空是以什么样的空 以修行人正的空性之后 来讨论于菩萨道 来讨论菩萨道 所以你以正德 体德空性之后 你的有违的心思 造作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时候 你看所有世间的东西 是如梦幻泡影 但是这部经 要告诉你的是菩萨道 是你站在 不执着 世间现象的所有一切 跟心念的所有一切 来行菩萨道 完成如露 易如电 然后由这样来修行的时候 体德观照 十项般若现前正的 无上正等正觉 又是如患佛果 这样才是完成这部经 这样可以串联起来 佛说是经营 佛说了这部经之后 长老 须佛提 吉诸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仪 这里当然有出家 出家的 比丘 比丘尼 还有在家的 幽婆色 幽婆仪 这四众弟子 还有呢 一切世间的天人 阿修罗 讲的是 护法龙天 天龙八部 听闻佛所说的 这一部经之后呢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这样最简单的 把这个说完 那圆版的时候 再跟同学带一次 我们在这个金刚经里面 它有几个重点 抽丝剥茧的 就是要让我们厘清 我们以 以凡夫的角度来出发 如果说今天我们用 虚菩提的角度来出发 那大概 只能世尊下来 说给这些比丘 就是他的阿罗汉听 那我们只能当 旁边的重 那这个 可能 就没办法 因为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以凡夫来讲 凡夫来讲 这一部经 金刚经的前段 虚菩提问 因云何柱 云何降伏其心 这个时候 世尊的回答 开始是有菩提心 这么一回事 因为你说你已经发心了 你已经发心 是不是已经有菩提心 这样的一个抽象的概念 意愿 这个动机论 这是一个意愿 那你发了菩提心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怎么样 无助行六度 顾脱无量无边众生 无助行六度 你本身就能降伏 降伏的时候 就是住 前一段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减合 刚刚有讲减合菩提心 减合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四身九有里面 众生 众生有无量无边的 那我们一般来看 因人果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我们来看 为什么 这个古德 大修行人 他有里参师参 那我们的修金刚经 或是读一些 无违法的经典 就想说 弟子在此 向十方 所有一切 这个 有缘 有情众生 求惭愧忏悔 如果我曾经伤害你的 欧弥陀佛 求惭愧 我曾经骂你的 我精神诚挚 让你起困扰的 所有欧弥陀佛 那我求惭愧忏悔 我发露乙 一切皆消灭 是不是这样想 你心法里面呢 已经求惭愧忏悔 对方是否纳授灵 惭愧忏悔 你就杀了很多蚂蚁 你就杀了很多的鱼 你就吃了很多乌龟 以为可以长寿 你就做了很多的杀业 然后最后呢 旨在佛前 地址求惭愧忏悔 乌龟啊 鱼啊 蟑螂啊 蚂蚁 我向你求的惭愧忏悔 你要放下呀 请你放下我 是不是请他放下你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呢 也通通放下你 我们的恩怨 彼此都放下吧 是不是就这样 我们都希望这样子 然后呢 一切空啊 罪性本空 那一切都放下吧 如果佛只讲 这礼颤就完成的话 就不用讲果报 佛有讲果报吗 佛是有讲果报的 虽然很多人在修行里面 他会做礼上的颤 礼上颤之后 他会认为 我已经颤过了 还有什么好颤 菩萨道 他不会积极的 着空会的 着动礼的人 他不会去积极行菩萨道 他不会 他认为是攀缘 可是佛不是这样说的 佛说 度多无量无边众生 接入涅槃 而且他还说 用七宝不施 因为我们众生在界中 在哪一界哪一界的时候 纠葛起是非善恶 纠葛起我们的恩怨情仇 纠葛起 就是我们的造作 所以他还在界当中 他是不是还在这一界 他可能 他变成了 他从蚂蚁变成了 蟑螂 从蟑螂变成蜘蛛 或是蚂蚁还是蚂蚁 他还在界别 你说叫他放下放下 他或许放不下 如果他一直游宜在中间 他不用跟着习气 他因缘果报 他去受报 就你直接在空中呼唤 就能放下 他现在是一种精神状态 中阴身 他如果飞在中阴身 他是不是有色之身 有色之身的时候 他说你六度是不是要做完吗 是不是要做完 可以抿除吗 因为他在那一界 所以他的果报在那一界 你的果报也还在这一界 你老实说 所以这些的状态之下 要不要完成 要 他果报怎么样 重抱轻受 不是没有 是重抱轻受 因为他的内心上面 已经释放了一些 可是他最性本空 最像因缘法 他还在啊 他还是有那个结构 会去完成它 所以你在完成的过程里面 就叫菩萨道 你在完成的时候 不以有为法来读它 我们前面 上一堂课有讲 他的因缘法前面 了不可得 你没有办法去看看明白 可是每一个当下 是不是相应于众生的需求 而做正确的 以才施救其性命 是不是在这个上面 那这个上面 就不再讲回馈 不再讲赎罪 而是转成 你用无为法 你在这个里面 是圆满的 这个圆满的 众生有所需要 众生有所欠缺 就是你现在该行的菩萨道 其实你不用菩萨的角度 是不是 你本来就是该赎罪的 只是你不是用有为的 恩怨情仇的读法 你已经看 这个所有的一些因缘 心中是安住在清静的 清静真如 不在这上面 在起很多的心念 所以你看这一切 叫因缘法 叫缘起法 你不把它看成是 夜感缘起 你看的是法界缘起 清静真如的 所以你在这个完成的时候 其实在完成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你的菩萨道 你本身在圆满的当时 是不是也能体悟 是不是义是因 其实前面是果 义是果 然后现在是不是菩萨道的因 当下完成的时候 所体得的是不是又是果 是菩萨所修行正的果 是不这样 所以前段在讲发菩提心 有菩提心要抓住 有菩萨道的原则要守住 前段是这样讲的 所以行菩萨道的原则里面 内心自我减合 境界要排除 我向人像众生 向受者像要排除 这个排除里面 跟我原始的习气 有所打架 所以中间有用到 忍辱先人 五百事 因为你还是有自我意识的 自我意识的行为 跟你的菩萨的菩提心 这个时候还不是真实菩萨来讲 那你的行为 跟你的内心里面 不能吻合 不能吻合的时候 要难行人行 还要忍辱 那这忍辱的过程里面 就是对外的 菩萨行经 这个时候要无助 无助行六度 所以刚刚讲无助行六度 然后里面要强调 福德非空非游 这个时候要一直强调 你智慧不现钱 所以一直讲菩萨智慧 菩萨智慧 你在怎么样都不如读 这个金刚菩萨 菩萨秘经 四句记 一直在讲菩萨智慧 如果你以世间物质 物质上面的一种布施的话 这只是赎罪于物质 物质上面 然后如果你有清净的佛法 开发他的法身会命的时候 敬畏来记 每个人都成为了佛子 是不是你的恩怨情仇 你不再有罪性 那他这个罪向因缘法成就的时候 你圆满他 他也不再有罪性 是不是两个就转为菩萨 是不是就没有恩怨 所以菩萨菩萨智慧 是要由自己的智慧 来说法给对方 让这个众生也得这个智慧 也得这个智慧 度他成为菩萨的时候 怎么还会有因缘果报呢 就已经圆满了 只要你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你正得空性 你在看所有一切的时候 他都不是果不果 报不报的问题 他都是一个缘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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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个当下要圆满的 那如果没有 波尔智慧使用上去正得的话 那么还是停留在一种现象中 这个福而已 这是前段所说的 那中间呢 依然会有一些正果的情形 比如中间有提到须菩提 阿兰诺恨者 所以呢 他是离遇 离遇而正果 所以在这里面呢 开始的时候强调你有菩提心 菩提心的时候 要五主行六度 自然就降伏 降伏里面呢 就无助之后心就安 说助 无助 那这个心呢 还是有的 然后这个心跟有跟无助的时候 自然慢慢离遇会正果 离遇正果前段还讲 问到 问到世尊 那你得 这个 这个 燃灯佛受计的时候 燃灯佛受计的时候 你的内心怎么样 所以又谈到受计无助 就是你慢慢在修行的时候 你会体 体德 你会悟 你会体德 你会正德 正 重复 再把你体悟的 没有错 这样子再展现出来 完成它 所以受计无助 谈到受计无助 然后再谈到佛具无言 它本身会发展出什么 它的功能 告诉我们 你就会具足 从凡夫的肉眼 一直到 法眼 慧眼 再来法眼 天眼 当然中间先天眼 凡夫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一直到 佛眼 无言 具足 这个地方要 证明 怎么能正果 离遇正果 受计无助 最后 佛具无言 这个都是正果 正果的一个证明 所以从 因云合助 告诉你 发了菩提心之后 如何降服 度脱无量无边众生 四生九有 每一届的众生 那刚刚我们在讲到说 我们以为 我们理颤就好 为什么 古大德 它不是只有理颤 它还有四颤 古大德 理颤跟四颤 理颤就是 你自信 清静 用 清静 无为的 所有一切 发色 帮助众生 度化众生 这里面 无量无边的 这个 内心 清静的 看所有一切法界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 里面的 所有众生 跟自己的关系 有关系 没关系 你都尊重 众生的佛性 自己也提醒起 这个清静的 真如 正念 正念线前 安住在清静真如中 以此 清静真如 来回向 所有的众生 这是理颤 四颤 就是菩萨道 它的四颤就是 你要以这个理体 清静真如 来修行 来帮助众生 来完成 你该完成的 这就是 这就是 四颤 依照清静真如的理体 来行四 这个就是 四颤 并不是说 四颤就是 有的人 有时候单面解释 四颤就是 我在佛性 一直摆 一直摆 那这叫四颤 那个是 理颤中 附带的一个 四颤 发射出来的行为 四颤是 你在行住 坐卧中 菩萨道 就是四颤 而四颤有理 对不对 是安住于理 而行菩萨道 所以理是 人人 前面讲这样 后一段呢 须菩提在问 云和阴住 云和降伏其心 那已经告诉我们 要行六度 无助 那这个无助身心 那这个心呢 又不能住 那我 还有什么好住 他的答案是 什么都不用住 没有错 也不用降伏 因为你无助 就不用降伏啊 可是都有在做 不着功德向 后段 讲的就是这样 并不是 什么都不用做 是什么都有做 你也不用住 那你也不用降伏 因为如果 你有我深度众之心 那你就还是在前段 有发心相 所以后段有讲 灭度众生心 时无有发心 如果你还有这个心 那不是真的菩提心 那个是初初说给 凡夫中 凡夫说的菩提心 所以什么都不用住 无有法 得阿尼尔多罗 三秒三菩提 也没有什么 得无上正的正觉 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 我得到什么东西 那个是暂时 暂时 前面有讲 进行果 里面的境界而已 那里面的一环而已 中间又讲 一切法 即非一切法 是故 明一切法 是明一切法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法 这些法 就是属于 你本身过程里面 进行果里面的 你不着这个 什么都不住 可是什么都完成 有的人在 《金刚经》里面 就会认为说 我如果没有起心动念 我会做吗 尤其年轻人 我如果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 我会想吗 我会做吗 佛并没有说 人是死人 他是起什么心 动什么念 起心动念 如果我们以无名 叫起心动念 你起菩习心 动清静念 也不叫动 也就是安住清静 行菩萨道之心 它里面就是 有夹带五蕴 跟没有五蕴 有夹带对象 跟没有对象 有夹杂 关系法 跟没有关系法 这个差异而已 你设定了 有关系法 因为 他是我的阿姨阿伯 他是我的同乡 他是一样黄皮肤的人 他是人界 人道的众生 所以 你以这个心 来发菩提心 这个 极非菩提心 但是这个是住缘 这是住缘 所以为什么会发菩提心 经论里面有讲 是因为看到众生的苦 所以发菩提心 到最后经典里面讲 也没有什么叫菩提心的 其实就在你 完成一切的时候 是清净真如中 显现 显现的时候自然 自然相应 自然该完成的 那里面对时间观呢 就讲到三星不可得 记得吗 这是很 很经典的 金刚经的招牌 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有谈到 既有过去心 就有恐惧的经验 拉到未来 就有所谓 忧虑的情形 所以讲到三星不可得 又讲到 如来无所说法 所以叫你 什么都不用住 可是什么都完成 也什么都不用降服 那刚刚谈到说 有的人说 我起心动念有错吗 你起心动念 有执着人物 执着事件 执着方法 执着感情 执着所有的一切 这个起心动念 是以无名 是以无名 与我有关系的 四项的动念 这个四项的动念 所以你才会去行菩萨道 没有关系 没有否认这个 我们以为 就否认我们要去行善 记得我们前一部经叫 无量益经 记得吗 无量益经讲 他讲初初发心 初初的凡夫俗子 要鼓励他 学菩萨道的时候 不讲无违法 他会跟你赞叹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有什么样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功德 让你从小小的范围里面 去突破你自己狭隘的 自我包装的那个世界 而去行 学习 不要讲行 去学习 这样开放的 这样去做 这个时候你打开了 打开之后 才告诉你无违法 所以佛说起心动念 你要起什么 帮助众生的心 因为看到众生的苦 所以你有苦的纳受 你有感同身受众生 这里面要尽量抽掉 单一对象 设定的答案 单一目标 你要突破这些 突破这些的时候 就变成无违法了 是不是 就成为无违法 所以这一切法 开始讲的这些一切法 佛中间讲 非一切法 真实的意思 不是只告诉你这样 但你去完成它 不执着它 这只是文字般若 所以如来 无所说法 文字般若 要经过你自己 行菩萨道里面的 观照般若 最后正的十相般若 当然这里面 我们对佛的概念 出出给我概念的人 那佛的办法里面 教导了好多 所以佛强调 不能以色 或是以阴生 见如来 是不是这样 因为 你就是如来 在禅如来 出禅 突破了 完成了 就是出禅如来 你就是如来 不用管我这个如来 这样的意思啊 所有的父母 看待自己的孩子 他都不是为了掌控孩子 叫孩子 你要永远记得我 他就是要让孩子 你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不懂的时候 我教你 最后你会走路 你懂 好好的 完成你生命的 所有一切 我只是 比你早一点 的另外一个你 如果有时间 空间的观念 不过是这样 所以这个 所有过程是 你发现了你自己 完成了你自己 好好的 把你生命 所有一切 该圆满的 都圆满 这是父母亲 对孩子 真实的心 也是佛菩萨 对我们 真实的含义 他有没有叫你 永远记得他 如果你说 儿子 你一定要记得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爸爸 叫他永远走 你这个向 这样他也很辛苦 他忘了你 你也很难过 讲个故事给同学听 有一个小孩 他非常的爱 他的妈妈 爱到激进疯狂 这是小孩子一段 他就跟他妈妈说 我记得你是我妈妈 还很小 以后 我一定要记得你 他妈妈回答 我死了怎么办 他说 我会把你的骨灰 放在我的床头 我每天供养他 你看爱到这么执着 都不怕 然后还没完 以后我要死的时候 我要写一张字条 叫我妈妈叫某某某 放在我的胸口 如果我死了 等到我变成鬼 我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张字条 然后我就要去找你 听起来是同言同语 是不是 众生想找佛就这样 众生想找佛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妈妈说 那我已经不是那个样子 你怎么找得到我呢 他说没关系 我知道我一定找得到你 众生 中间有没有这段同言同语 有没有 这是永远长不大的铜 所以佛就跟他讲 如来无所说法 你不能以色 以阴身见如来 忘了我吧 因为你就是佛 我们都一样 这里面 就是在告诉我们结论的时候 当你有界别 你永远是人 你是佛 你怎么样 你并没有 进入你自己 所有一切 你还是在知见中 这里面当然谈到菩萨不受福德 最后的一段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这里面 如露意如电 是在讲它有功能 它有完成 法界中 还是完成了 任何我们起心动念 从有 一直突破到空 到最后 称性 而行菩萨道 称性而行 一切 也就是因 也就是缘 也就是缘满的当下 也是果 我们以众生 时间拉开来看 有过去的因 中间的缘 最后的果 以佛菩萨来讲 所有一切众生的当下 缘起 信空 缘起 因 行之缘 缘满果 所以因缘果 所以一切完成 那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在学习 所以这部经 无助身心 中间呢 无助来破四项 正得佛果 那大家呢 都是要怎么样 信寿奉行 那今天我们就把金刚经 跟同学做一个概略的解说到此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